我们再解一个重根的问题 我们说微分方程是外撇撇减去外撇加上0.25 这是0.25哈 0.25y等于0 另外还给了初始条件 条件是y0等于2 和y0等于1 3 貌似万事俱备了 这一个长细数二接 其次微分方程而言 我们写出特征方程吧 方程为2平方减去r加上0.25 或者写成正的四分之一 我们看看 当我观察这个方程的时候 有分数我就搞糊涂了 因为它很难因实分解 我们直接用求根公式吧 它的根应该等于r 等于-b b为-1 所以-b等于1 正负根号下b的平方 b为-1 所以b的平方等于1 -4a 而a等于1乘以c 4乘1乘0.25等于1 注意当方程有重根的时候 根号下的式子就等于0 这是很明白的 因为就是求根公式里的加减这块 给出了两个根 10的或者负的 但如果根式为0 那就是加0或减0 那你就只剩下一个根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完 求根公式中的分母是什么呢 是2a a等1 所以分母为2 我们的重根为1加减0 除以2 即1分之1 就像我们在上个视频里 学的那样 你可能会说 大概通解 是y等于ce 不过就像我们在上次指数的那样 你有两个初始条件 这个解还不够一般 不能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然后上次我们说了 没关系 如果通解不够通 那么解大概是x的某个函数 乘上1 2分之1x 那么大概就是我们的解 我们还讲了 这的确就是解 我们发现更一般的通解 我们求出了其中的vx 实际上等于 某常数倍的x加另一常数 所以更一般的解应该 是y等于cle1 2分之1x 加上c2xe1 2分之1x 这里漏了个x 加条分割线 别搞乱了 总之这是我们的推理 这是我们推出结果的过程 很有意义的 以后如果你想了解 更多微分方程的理论 这也是学习这些的全部意义 如果你的目的 不只是考试不挂科的话 搞明白整个推导 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当你真的开始解方程的时候 那套公式就好了咯 如果方程有重根 那我把这个重根用两次 其中一个在前面摆个x 它带有两个任意常数 总之这就是我们的通解 现在我们可以利用 初始条件求出 ce1和c2 我们先求出 它的1解导出吧 方便稍后代入求解 c2 y等于1 2分之1 ce1 1 2分之1 x 现在情况有点复杂 我们需要应用乘法法则 加上c2乘以 x比 等于1 乘以e 2分之1x 这就是乘法法则 加上e 2分之1x的导数 乘以x 即1 2分之1 xe2分之1x 或者也可以写成 直接咚咚 我先留着 我们可以写成 看看哈 这里有1 2分之1 我有c2e2分之1x 又有1 2分之1 ce2分之1x 所以我说它等于e2分之1x 乘以ce2 就是这样 加上c2 就把这两项都包进去了 加上c2 除以2 xe2分之1x 现在我们来用初始条件 我先腾点地方 因为我觉得 把初始条件写在这儿 挺好的 我们容易看见 我把这些都擦了吧 希望你们都懂哈 合征方程懂吧 我们得到通解 唯 嗯 我不想擦掉初始条件 我们得到通解是这个 我把通解留在这儿 现在我们把初始条件 带入通解 和通解的导数 希望能得到有意义的结果 带入通解 代入通解 y0等于2 x等于0时 y等于2 所以ce x等于0时 所有意义都等于1 对吧 这个等于1 我注意到我们有x10 现在x等于0 现在这里整个等于0 解完 ce1等于2 这是很直接的 这个x把问题变简单了 所以ce等于2 现在我们来用这个导数 我们看看这是一阶导数 我把ce带入 来解c2 一阶导数为y'等于 看看ce就是2 1加上c2 我先写这个 它等于2 2 也就是1加上c2 1 2 x 加上c2 除以2 2x1 2 这里有个x x等于0时 yp也等于3 所以3 分之1等于 x等于0 这等于1 所以等于1加c2 然后这项 x等于0时 这里整项为0 对吧 然后这项 因为乘上x 消取了这整一项 一个数乘以0 得0 所以我们得到了 1分之1等于1加c2 或者c2等于3分之1减1 等于负的3分之2 现在我求出了特解 我把它写下来 打个框框框起来 所以这是通解 我们的特解 在给定的初始条件下 解这个带重根的问题 等于y等于ce 我们很快就解除 c等于2 有2e2分之1x 加上cr cr等于负的3分之2 即负的3分之2 xe2分之1x 解完了 这就是我们的特解 所以我们再次验证 我们是如何得到结果的 为什么这里有个x呢 这说不上证明 更多的是 向大家演示了这种方法的直观想法 同时向大家介绍了一种方法 也就是降解法 来求解函数b 最后我们解除它等于 c1项加上x项 不过整个过程是挺复杂的 但是可以看到 只要你知道解的形式 或者说知道 这个东西就是通解 那就很容易解了 特征方程 求通解 求通解的导书 代入初始条件 解除常数 解完 好了 下次视频再见 下次我们准备解 飞骑4微分方程 下次见